玉建基姆林就在東北角的身上 為淡蘭古道的其中一段 基姆林段 每年的貢寮水梯 藝術集也在這裡主辦喔 今天就來我們一起來認識玉建基姆林吧 咱們GO 大家看一下這邊 小橋流水 橋在哪 這邊是玉建基姆林 對 很特別的一個地名喔 沒錯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進去看一看 我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不好 好 OK 出發 走 這邊有那一個傳說中的新田 小湖泊長得像愛心一樣 這也真是太浪漫了 我想這就是愛吧 聽說這邊會連接傳說中的淡蘭古道唷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雙新石戶嗎 飛海岸版的雙新石戶原來就在這邊 哇 這裡超美的耶 而且魚很多喔 真的好多魚喔 而且有滿滿的綠 1號食堂 哇 滿滿的魚耶 這邊的水梯田啊 每年的話都會有一個藝術節 像今年的話之後也會有 最後就是用T恤 讓人家想到T恤的創意 然後就可以想到這片梯田 之後還可以預約喔 就是預約每一件T恤 然後你可以自己畫自己放 就是放在上面然後可以來拍照 我覺得我們有點來到那個秘密的 秘密的景點深處了這樣子 哇 前五谷人後五來者啊 好刺激喔 我們繼續大幅向前去看一下 雞母嶺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來到竹林山村 這邊是那個小旅行 我發了 我發了 你看 這個學走房 很可愛 你這裡可以拍膩光耶 你真的很膩耶 這裡有膩光 它一點都不油膩喔 嗯 你最油膩 好 我們決定走上面 這邊走上來又是一個非常刺激的路段 滿滿的草 喔 好刺激好精彩 現在又偏於下午的時間點 你看 上面就有光 超級浪漫的喔 嗚呼 地面滑滑的 地面真的會滑 大家慢慢走 差不多30公里 往上爬的話 大概應該要6小時吧 不知道 羊皮靈塗 聽我專家學走 再來到了歷史教會一點 等一下我們就往上走 走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傳說論的雞母嶺 淡蘭古道雞母嶺段 那這條路是淡蘭古道第一條 這邊在命名的時候 就把這個北路叫做關道 中路的話叫做明道 南路的話叫做查道 南路跟中路直線距離比較短 那北路就要繞一大圈 因為以前都沒有在走嘛 當初先民在走這個路的時候 其實是蠻辛苦的 所以他就要繞很大的路 那因為北路是第一條開始走的 以前我們在宜蘭那邊有很多海盜 小心小心 那個時候海盜很盛行 應該說陽庭里他們是見人 就發現說這海盜 他算用宜蘭來當作根據 所以陽庭里那個時候很認真 他身為知府 自己守了六趟走到宜蘭 把海盜趕走這樣 格馬蘭廳才不會被 避免這海盜的床 大家為了紀念他 就把這邊叫做陽庭里指導 你說走那個草庭里指導 父母幫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 其實它也叫做韜金古道 這條的話它可以走到九份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它俗稱為韜金之道 繼續向前 無止境的路 終於到一處板斷帶的地方 我找到一個指導處了 以後你們看到這個 那邊還是無限遠遠 這邊現在這一段是中間一個點 然後 往那邊的話會往福阿廟走 往另外一邊往慈樂市走 然後我們現在中間這邊是一個交際站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是 比較簡單走就走到這邊而已 那就回去囉 走 慢慢走 地上滑滑的 要去水平坪囉 對 這樣會不會問題 抓一點點問題 我們剛剛走完了 機模領段 水平坪上面還有裝之藝術 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樣子沿路走上去 再走下來 然後我們現在在做地 安歪班水平 在這裡 一旁蜜蜂最好的方法就是玩蛋糕圈 沒錯! 瓜哥不會來聽我了 這邊有很多蜜蜂耶 超多的 是不是很可愛? 很奇怪 這是這裡的招牌喔 我們要去SUP了 上面才漂亮 這個淺淺的我還敢玩 哈哈哈 淺淺一點 你好猛喔 就只有我一個人玩SUP 對 第一個部落客玩你SUP了 對 沒有,你是全台灣第一個部落客在這邊玩SUP 我們現在在吃晚餐了 他是那個鮮霧本部的老闆 對 他的姊姊開的耶 好酷喔 因為鮮霧本部我每次介紹過滿多次的 那再吃的話 我們來吃這個 真的很特別 他有點像西餐 但是又有點中餐的感覺 馬上吃起來 這超好吃的 這是什麼? 墨魚香腸 然後還有那個花枝的口感 墨魚的香味 有那個燙壓的感覺 我覺得不錯 白帶魚 這白帶魚好像一朵花喔 對啊 他把它捲起來之後啊 然後先煎過 然後再炸過 好吃 對 他口感很綿密 那個叫手蠶蠶蠶 嗯 它有一點 介於一旦麵麵跟涼麵之間 但又有點很拌麵 很客氣 這個是台灣的九孔包 好 然後九孔包現在還小小的喔 因為產經燙過喔 對 沒錯 它還有更大顆的 還有更大顆的 對 那我們剛剛吃的鮑魚啊 因為現在不是台灣的鮑魚的產季 所以我們是吃韓國的鮑魚 好 好吃耶 然後用爆炒的方式 然後 然後 它下鮑魚還很出口 但是還是可以吃得到它本來的鮑魚 我吃到有點愛葵 因為好多喔 然後 可能吃太飽了 鮑魚會開始吃真高 這蝦子超好吃的耶 對啊 這很好吃 沒有 會多 這個是 我就一顆 這個 這個 我 很喜歡 Estado 很包裝喔 好浮誇 我們房間 來囉 乾杯 乾杯 這間也太大了吧 對啊 我們今天做的是 第一八房 聽說它是合適房嗎 有兩張床 雙人床 我們可以一人睡一張 好大喔 可以滾來滾去的耶 可以開心的喔 對啊 而且你看 它上面有熊熊可以打招呼 熊熊 啊 然後 它聽說熊熊可以帶回家 對 它說熊熊可以帶回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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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啦 其實有點日式加歐風 呵呵呵 這數量太夠了 一次很多 等一下可以工作 那我買啊 好 先生一起來 就是充滿了大自然 所以呢你看 什麼都叫喵喵喔 它說 這裡常常會出現爬蟲類 例如蜈蟲蛇青蛙鳥類的生物 出入陽台的時候要緊閉沙門 好可怕喔 哈哈 我現在還要出去嗎 還是比較好 還是比較好的 這是蟲蛙鳥 這蟲蛙鳥 這蟲蛙鳥 很可愛 蟲蛙鳥 全部都是蟲喔 蟲蛙鳥 好 我們再走過去看看 好 抱一個 這蟲蛙鳥 這蟲蛙鳥 就是蟲蛙鳥 就是蟲蛙鳥 蟲蛙鳥 蟲蛙鳥 好嗎 這早餐全部都是蟲蛙鳥 對啊 這蟲蛙鳥蛙鳥 就是蟲蛙鳥 就是蟲蛙鳥蛙鳥 就是蟲蛙鳥蛙鳥 你看吃早餐 因為像大海 旺的大海 發呆這樣子 然後它整個室內的音樂 又很舒服 真的有來這邊那種 有一種養老的感覺 就在這 慢慢養老半年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魚肉可以吃 我第一次吃到早餐 桌子上面 它就擺了五道左右的魚類 真的超酷的 真的超酷的 好保險 對啊 好療癒喔 對啊 這裡有黃花很多很多 小朋友來應該會很喜歡 或者大家熊熊味道 我們直接跟他說再見了 住宿的地方 他都會提供熊熊喔 大家還喜歡我們今天 帶你們去的地方嗎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